那我們現在要來請大家註冊一個webduno的雲端版 各位你進到這個網址 簡報上有這個網址 有沒有 點進去之後呢 會看到下面這個 這個畫面 你只要在畫面右下角這裡有馬上註冊一個 你就打入你要註冊的那個信箱 你要註冊的信箱跟那個密碼 來我們點一下齁 這樣我們連過來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的就是這個註冊板的 它的好處是這邊積木比較多 積木比較多 那甚至呢 對我們裝置的安全性也比較好 什麼叫安全性比較好 你現在有沒有發現 你只要知道別人的寵物叫什麼名字 你叫他也會動 你知道別人板子的名字的話 我是直接打那個名字 你就可以控制他了 那在這邊的話就不一樣喔 你可以把你的裝置做認證 以後這個 這個板子只聽你的話 別人叫他也沒有用 這個可以做認證齁 那你看進來之後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馬上註冊一個 右下角這裡 按一下 你就打算你的信箱還有你要的密碼 就這樣而已 蛤 因為你還沒有註冊啊 所以沒有用啊 也登不進去啊 一定要先註冊一個 對 然後你要告訴他 我不是機器人好嗎 你等一下打個勾 這邊打個勾 點一下他 表示你不是機器人 就這樣就可以了 就這樣就可以了 各位你註冊 確定你已經註冊完了 登錄就會像這個畫面 好 那 有沒有問題 我等各位一下 看看你有沒有註冊成功 像大家都已經進去了之後 這裡呢 有兩個 一個是 就是我們的積木程式 另外一個就是裝置的管理 老師剛剛講就是說 如果 如果你要把你的裝置 叫他只能聽你的話 不能聽別人的 就要來這邊 就要來這邊把你的裝置註冊起來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要啦 我們就直接從左手邊進到機目就好了 你進來之後呢 其實跟我們原本的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可是呢 他有增加比較多 那首先你看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 一個是我的檔案 這裡的話就是 也是一樣你的 等於說你的 寫的程式你可以自己管理 目前一個帳號 可以有五個專案 就是有五個檔案 最多 五個專案 那你往下走 這裡還有什麼 你也可以跟別人分享 也就是說我的程式 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時候 你可以把 你可以 在右手邊這邊他有個分享 這裡 那就會放到這個地方來 那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看一下 我上面有沒有已經有人寫好的範例 有沒有 別人分享出來的 這裡面也有一部分 也有一部分 所以你會看到 有沒有發現這還有電子放秤 有新的 有 Google 視線表 那我現在呢 我們就先做一個新的專案 你從上面這裡有個加號 有沒有 這裡有個加號 你把它按一下 你給你的專案一個名稱 比如說我們等一下要做溫度感測的 對不對 溫濕度的 你可以用中文喔 沒有關係 這樣有沒有發現我這邊 就多一個溫濕度感測的 在這邊 如果你這個名稱 你的專案名稱要改的話 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可以修正他的名字 你可以來這裡修正他的名字 那我們點進去呢 就可以開始寫了喔 你看我現在點進去囉 有沒有覺得感覺都一樣 對不對 只是多經過剛剛那個註冊動作 註冊動作 那在這個版本裡面呢 有一個比較不一樣就是我們左手邊 你會發現 比以前還更多機目 多了哪些 多了你看 OLED 紅外線 有沒有 還有 LCD螢幕 MP3 這都是以前沒有的 就是在這邊才有的機目 另外呢 傳感器這裡 除了 我們的那個 原本有的以外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細懸浮為例 就是各位現在最常聽到的PM2.5 PM2.5就是這邊也有 然後呢 這裡還有土壤的 土壤原本就有 電子磅秤 調碼機 有沒有紅外線 就是這邊機目會比較多 就會比較多一點 這個是在這邊比較不一樣 而且我們今天要用的是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資料庫裡面 就是會多了一個Google試算表 因為這個跟以前不同 以前的話 舊版本 在這個 只有上面這個 Firebase 可是這個對各位可能 比較難一點點 因為它是英文的介面 那 Google試算表 就是 各位有Google帳號 進去就是中文的 就中文的 會比較容易 這樣有沒有清楚 所以我們要的就是 這個 這個功能 那 那 你先點進去 先增加一個新的專案 我們待會就一起來 試看看這個溫濕度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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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